作曲 李宗盛 今天可能给了他 但是其實每個人的信用都有自己的 然後我把我的一些思考分享一下 就是 我代表我叫瑞康 然後是開源面對面的花旗人吧 然後看他聽完就是聽完那個分享之後 我就在想 一定要邀請他去參加我們播客錄一期間 我今天看著有二十多個人在聽會 我覺得太不夠了 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的Redmi 然後是我在做雲原生的研發工作 然後我不知道今天來這個會場的人 因為這個肯定不是技術分享 所以我其實是 雖然還在做研發 但是其實是已經 就是 不太願意去做技術分享 然後講一些這種 就是軟硬的東西 然後可能不太一樣 第二次我深度參與過 傑克斯和庫普斯貝爾這兩個社區 尤其是傑克斯 我從那裡邊學到了很多東西 很多閒話也就從那邊去提電出來 然後零碎地參與了一些開源項目 不像是說這個 好多什麼 什麼Apache member 也不就是committer 也不就是那個 NX經濟會的項目的這些 我回顧了一下 雖然也寫了一些代碼 但是好像沒有一個拿出手的 然後就是開源項目的面 這個大概是兩年前 然後發起這個節目 然後它這個節目的話 就是我在 其實呢大家能看到 如果稍微注意一下 網上有很多什麼某某大咖說 某某什麼CTO面對面 反正這種很牛逼啊 很厲害的 C-Live的那種謊談 但是我感覺 為什麼就跟裁判一樣普通人呢 就跟我一樣普通的人吧 所以呢就是弄了這麼一個節目 然後我自己可能這個 疫情過後 越來越覺得這個身體需要鍛鍊 這個需要對自己好一點 其實這個這一場呢 跟後面也是有關係的 我們參與開源 然後很多人 很多人會去講 開源有各種好處啊 可以這樣可以這樣 當然可能有一些 相對悲觀的一些觀點 但我覺得 怎麼著就是 自己的身體是 這個 這個是最基礎的 這個 鍛鍊一定是要有的 然後 然後最近再做一個 跟測試有關的一開源項目 大概會講 這麼幾點 就開源圈裡 我看到的一些 在跟用外發電 來參與開源的 有關的一些 一些說法 或一些現象 我自己的一些經歷 可以疑惑 之後呢 我是怎麼來去尋解的 然後最後一些觀點 可以參考一下 我看這個 就是這個開源通國 它的這個代碼倉庫 還是 還是一直在努力的 然後其實 我發現最早 就是 知道這個開源通國的這個代碼倉庫 其實 其實是比較早的 比getHub早的 可能我覺得跟 當時的英語開號有關系 他一直在努力 他其實 推出一個叫 Git Reward 前幾天我還嘗試了一下 就是創建Essue的時候 有一個選項 你可以設一個金額 然後去 就是類似選賞一樣 就是 100啊 或者是幾百塊錢 然後 80% 會 好像給了這個接Essue的人 然後10%給了 這個項目 還有10%給了平臺 稍微吐槽一下 10%給平臺 還是挺多的 比如說100塊錢 10塊錢 倒無所謂 如果是1000 然後 還是挺多的 然後他其實 我覺得他可能 我沒有跟他們的人聊過 可能他們也在 也發現一些問題了 比如說像 我們 昨天吧 昨天的Keynote裡面 講的一些 一些開源圈裡的悲慘故事 有一些人可能 經濟上 就是 就是 溫飽問題 或者其他問題 就是解決不太好 然後 Git Reward 可能想解決這樣的問題 但好像是沒有看到 特別好的 一個結構 或者說 有很多人去說 我 我需要一個功能 或者我想 希望能解決一個Bug 然後就 就是用它這部門 我沒有看 包括數據 但是大概看了兩個 太多 第二條是 從那個 開源 開源中國 對 開源中國裡面 年報裡面的一句話 說63%的人呢 沒有從開源裡面獲得收入 然後 說80%的開發者 在用外發電 其實我感覺這個 就是 我的大的基調的話 其實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標題是說 你還只在用外發電嗎 就是說這件事情沒有問題 但是 這個 我覺得 如果說這個是你唯一的動力 可能是有些問題的 我今天 上午聽別人分享的時候 還做些總結 其實我們每個人的 做什麼事情 形式 其實有一些 驅動的方式 就好比一輛汽車 它有前驅 後驅 或者四驅一樣 我稍微總結 可能 有的人是偏感性的 就是 我喜歡什麼 我不喜歡什麼 做我喜歡的事情 我不做不喜歡的事情 還有一些人理智 比如說 這個都有什麼好處嗎 有好處做 沒有好處做 我覺得可以 有第三種混合的 一個用外發電五年的開源 就是用外發電這個詞 在百多利搜 搜出了一個什麼 然後他怎麼這麼辛苦 然後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但是 反正我也沒聽過那個項目 然後就是百多搜 才搜出來的 所以呢 其實你用外發電呢 然後 我後面還有一些詞 就是說 用外發電 大家可能想的東西不一樣 那你覺得用外發電 這個愛是什麼呀 後面好像有一些解釋 是 用外發電難以為繼 然後開源需要正經百音的投入 這個好像是 在CNH裡面 一個 一篇文章的一個 一個標題吧 說明這個 越來越多的人 其實 其實已經意識到 這個純粹的用外發電 可能是有問題的 包括下面這一個是 應該是開源之下的一個採訪 還不要提這個 什麼CURLTS做的遭遇 其實 如果說我們是純粹的用外發電 就比如說是熱愛呀 或者說 就是純愛好 那麼其實 我覺得也可以長久的做事情 但是其實 很多人會去講用外發電 但我不知道他們講的時候有沒有 跟你說一個前提 其實很多事情有前提的 那我用外發電 其實有些前提是 呃 時間 還有錢 對吧 你既有時間 又有錢 或者不差錢 那麼其實比如說我 我去做開源的活動 或者去 免費給別人寫代碼 其實是靠譜的 因為 既有時間又有錢 對吧 但是 然後呢 對 還有第三個是有技能 對吧 我想參與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是加碼語言的 或者什麼語言的 或者是大數據的 我得有相關的技能 對吧 然後 還有一個是 你要得到持續的正反饋 OK 假如全有 但是呢 就沒有人去肯定你 沒有人說是 這個也給你一個好 我覺得這個可能做不上去的 所以 如果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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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條 用案子符號連起來的話呢 我覺得太難了 啊 既有時間又有錢啊 我不知道這個 我們今天會上有沒有這樣的人啊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前提是挺難的 或者說 你可以說是在 在一段時間裡邊 可以做到另外發電去做一些事情 我相信好多開運項目 或者一些活動啊 有人在早期就 參與 後面就不怎麼參與了 其實因為 它這個驅動力 就是 不持久 就是 我經常會 打個比方 就是說 好比說這個 你的動力是 是一個5號電池 還是一個 一個大號的 電池 還是核動力的 對吧 我覺得用來發電的 我形象的比喻可能是一個 頂多是個男服的 7號電池 5號電池 很難去持久的去 去那時候 然後 還有些警惕的 就是 如果你提到 有人在講用來發電 你可以思考一下它的前提 然後 有些警惕的現象 我們還是要去想一下 比如說 企業 企業開源的項目 然後跟你去談用來發電 我覺得這個就很有問題 首先它沒有中立性 它這個所有權是企業的 那麼我開源之後呢 我隨時都可以關了 是有可能的 我關了之後還能再開 或者說我做任何事情 所以這種情況呢 你給它做貢獻 跟它打工其實是 有可能相當於是這樣的 如果它去談用來發電的話 跟你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的 然後呢 還有就是 有些企業它去談這件事情 用來發電 但是它自己 驚喜的情況也一般 不是那種巨頭型的 像世界的大公司 像 微軟人和谷歌 它們可能不差錢的 我覺得它們 真的是可以做一些 用來發電的事情 比如像Google Summer Code 一般 我覺得它們這個項目 我覺得可以 可以往各方面去靠 去理解 它說它是在用來發電 去做Google Summer Code 就計算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是說 一個100人左右的一個創業公司 或者說它們做開源項目 是純粹是公司復顧的 什麼是用來發電 我覺得是持懷疑態度的 就自己它可能 招不保錫 或者說它現在是壁輪 壁輪燒完之後呢 C樓還沒靠譜 然後它這個項目 也沒有放到經驚會 沒有什麼中立性 這個還是要存疑的 我不是說直接就 判一個結果 大家可以去 去警惕一下這種說法 然後我還是說企業是不是有足夠的實力 這也是我這幾年去體會出來的 雖然說我之前倡導說 參與開源很簡單 其實確實很簡單 但是呢 你想生物的做的話還是很難的 因為這個技術 就是能做得好的開源項目 它就是能解決實際的問題 然後它這個越往後做 它的這個對技術交通還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它這個企業裏面 沒有什麼很厲害的人 技術人員可以做的話 那麼它其實很難去做下去的 還有就是老闆的背景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公司看起來一切都很好 但是這個老闆呢 他沒有怎麼做過一些 跟開源有關系的事情 然後就是 就是他可能說 假如說 他是偏 他是以前是做銷售的 然後他創業去做一個公司 其實這個就是 當然這個是 我說的是警惕啊 不是說直接就不行 那麼他如果是銷售背景的 他可能很容易去 用銷售的思維 來去想這件事情 想有利可突兀 對吧 或者其他的崗位的 就是我們可以警惕啊 然後我也沒說哪一個可能就是 也就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用來發電呢 我也思考總結了一些 可能是 比如說是 有人好奇對吧 然後 比如說有人對這種AI好奇 然後做一些這種AI插件啊 什麼的 然後他去搞一搞 然後 或者是愛好這樣的事情 還有一些是 把我作為的同事在做 我也去做一做 因為這個 國內根分的事情還是不少 有人做音箱 我也做 你也做我也來 一起做音箱 這個 這個 這個可能是 但是 就是我自己的親身的經歷 就是我之前有家公司 就是百度網盤 剛火起來的時候 跟網盤超級火盤 每個公司都要做一個網盤一樣 我們公司也做 然後做了一年之後就不做了 這個 然後 然後 對行業或者領域有幫助 好像是 靠健身可能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當時 呃 其實上午那個Tyson講的那個 大家如果聽了他 我覺得 他分析的案例 挺好的 像有 一個人 在撐一個項目 這種 呃 我覺得沒啥問題 但是 但是他 他一旦不在維護了之後 會怎麼辦呢 對吧 這個其實 我一直在考 思考的這種 可持續性能力 其實這個 呃 你說 你一個人要做一個 對行業 有幫助的事情 但是你又不找 不找你的同志 不找你的這個 呃 一起你的奮鬥的人 啊 你不建立一個這樣 可持續的機制 其實 我覺得是很有問題的 你說要做一件 對大家都有利的事情 但是只有你一個人做 我覺得有點像 唐吉克的啊 你去 對吧 然後工程師的職組 這個還是相對靠譜一點 就是 有些人他就是 呃 就是 沒有太多的一些 其他的想法 我就是 就是 就想把一件事情做得特別好 啊 就是 精益求精啊 這種這種用完發電 我覺得還是 呃 還是相對靠譜一點 我覺得這是比較多的 就是 包括開業面對面採 採訪過一個 一個嘉賓 他是做這個 呃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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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 好像IYS吧 然後做了一個這種 這種加密還是什麼的一個東西 呃 他其實沒有太多這種 開源的一些 一些理念 或者 沒去想什麼 啊 當然就做了好多時間 然後 對 他就是 就是 這個工程式的一種執著 這種還是 比較 相對比較考古的 但是呢 就是 工程式做這件事情 我 我 我不建議去 呃 就跟你把自己當菩薩一樣 去做 啊 菩薩式的工程式 我覺得不太建議啊 你 你還是要有搞錢的能力的 對吧 你自己還是得有車和有房 然後把自己 這個 這個 這個想擺東西 還是得有 有實力 然後你再去 做一些執著的事情 家庭和這個 這個 執著還是 還是 並去 呃 我 我做一個 簡單分享一個案例啊 呃 呃 就是我 我 參與 Jaykins社區之後 發現一個 一個現象 或者說 呃 就是 Jaykins在國內有大量的用戶呢 然後呢 呃 然後大家去 去安裝這個 Jaykins 然後呢 他的這個插件其實 呃 就嚇得特別的 呃 很容易出問題 啊 之後呢 就是 也跟社區協商 啊 做過一些事情 搭建一些什麼 網上的商店都做了 之後呢 我也去 成功的去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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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一開始我們是找了一些這個贊助的 那個 那個公司還挺好的 呃 他叫 測試巴 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 測試培訓領域的一個公司啊 他們給我們 我們提供了 多少錢 一半還多少錢 然後也沒有要任何的 呃 呃 相應的等 對等的或者摩承圈 通向 呃 呃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福氣的錢就花完了 就不做了 呃 這是 第一點 第二是說其實 呃 呃 這個群體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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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為啥 好像就是說 這個後端研發的 參與開源的 幾多啊 你看像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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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還是誰 我就清楚了 我覺得 當時如果我這麽做 呃 呃 假如我做一個服務 比如說放到 對象存儲裏面 然後呢 我 我提供一個 這種臨時鏈接啊 或者是這種 呃 比如說一個期間的鏈接 呃 如果你覺得官方的那個 下載鏈接很慢 我跟你提供一個 比如說 呃 十塊錢一個月 啊 啊 就是你你你付費十塊啊 我就給你一個一個月可用的鏈接 我覺得這個事情大概率呢 做 做起來 說不定我還能振幾杯咖啡呢 所以呢 我覺得官有熱情其實還是不夠的 還是要去 如果真的你想 深度的長久的參與開源的話 還是 把這個邏輯 理順 會好一點 搞明白這個原理 就跟前一位講的一樣 就是我我 我感覺我第一次 把這個 做內容這件事情 呃 能挺挺快的 就是 對 所以其實背後還是有很多 理論或者很多人那些 一些一些一些思考 對 這是我的 分享的一個案例 呃 特點的話 我覺得只有運外發電的 真的是不具 呃 這個可持續性 呃 比如說 呃我喜歡打籃球 我其實不喜歡 就是 如果說 我喜歡打籃球 那麼 有時間就打 沒時間就不打 對吧 那個 尤其你 沒結婚之前 沒孩子之前 那就還好吧 大家一覺的出去打 當你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後 那 這個愛好就會更少 對吧 可能 你以前 每個禮拜都打 後來每個月都打 再後來可能 一年打一次籃球都不錯了 所以說 你還是愛籃球啊 那就是沒有時間啊 啊 因為你 你如果只是 英文外發電 那就不行啊 然後 還是沒有形成 壁環 OK 那我 那我愛打籃球 那給我反饋是什麼 對吧 我是參加了一些業餘比賽 然後去拿了一些獎 然後還有 業界的人認可 還是說 我做了一些內容的輸出 對吧 就是 你還是要想著 怎麼去形成壁環 就跟我剛才的例子一樣 我 一腔熱血的付 提供一個免費的服務 然後 服務了大家 一兩年 但是沒有形成壁環 就不行 但是如果說 我真的把那個 在好幾個月 把這個 付費的功能做出來之後 呢 我覺得可能 能服務五年 對吧 可能一個月十塊錢 可能也不多 對吧 或者說類似的 然後呢 用戶 其實用戶 不會直接的 去 浮動的去買賬 就還是 我剛才那個 結果那個例子 其實 就我自己的左門員 其實可以考慮說 給一個一個月的臨時鏈接 然後你去隨便去使用 但是用戶 他不會提出給 有的用 沒有就 沒得拉倒杯 然後大家就是 八線 過海馬 各行成功 去解決這個 GX安裝的問題 有的用梯子 有的用其他的 對吧 有的用這種 各種奇奇怪怪的方法 所以用戶不會去 直接去弄 這個事情 如果你想做長久 還是 要自己去思考一下 弊端的話 就是容易疲憊 因為我感覺如果是說 這個機器人是會疲憊的 他說我工作了一天 我累了 不會了 但是人會累 我好像之前清過一個理論 就是說 人的大腦其實好像工作 十個小時連續十個小時 其實不會累的 然後你累的原因 就是說 你的大腦那個習慣 就告訴你 發一個信號 你該休息了 該累了 所以其實可能是這樣的 就是如果你純粹用愛化電 或者用感性的方式來參與開源 只有感性的話 那也很容易累 甚至說極端的話 覺得這個開源圈的怎麼 都是白嫖的 對吧 都是這個 就是你的負面情緒 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覺得比較推薦的是 感性和理線混合的用程式 最後也可能形成獨角戲 其實上後展示了好多獨角戲 就是一個人撐起一個項目 可能撐過五年十年的 我很佩服 但是我覺得這個必得非常大 還就是說 這個太好的項目 可能不會有太多空取資產 當然這個 我看其實有的產品 它可能 它的策略可能也很清楚 就是我就是 我也沒有希望有那麼的肯定固定 對吧 就是這個 就是說 你 你把你全部投入進來之後呢 你把這個做得太完美了 你把別人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那別人做什麼 還是要留上一點 就是 我記得Tyson 我提了好幾遍啊 他就是 一直搶了一個點 就是你的核心價格 你可以只做你的核心價格去 然後時間長了 那用戶就會覺得 這個你 你做得那麼好對吧 就是別人都趕不上了 然後呢 這個事就該你做 就是有問題你就該 就該你做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經歷和疑惑 這個 這個困境 我估計大家都沒有感想的 就快速地過 因為企業呢 日不一日地寫了很多 很多業務代碼 對吧 然後 一個蘿蔔一個坑 然後這個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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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企業裡邊的研發 他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寫這行代碼 就是說 產品經歷說了 然後 研發理導出來 需要作業的功能 你也不用問問為啥 這個 就是 反正做得好 這個 如果 如果你 你意識到這個困境了 然後想解 想改變 那你可以參與到 這個開院裡邊去 然後技術選情啊 什麼 這種很大的時候 其實依賴這個 Leader的主觀意願 這個 就是 我曾經也就是 去學了好 自學好的東西 然後 應該現在也有好多人去 買一些課 然後去學習 然後 學不動了 學費了 然後 因為總在學習 我 我 我弄這個片子的時候 我大概去翻了一下 這些 我 左邊那個 好像都玩過 但是呢 一個都沒參與進學 對 右邊呢 是我做過的一些事情 就是 就是 然後做一本地方 設計提議 提議 做博物 然後參與 然後去 非常痛苦的參加一些 會議 然後也現下地跟那些 兩外區域 去兩個月前做個活動 搞一個公眾號 可能是兩萬多吧 然後 其實 開圓項目太大了 太複雜 然後 然後那個 攝影師剛才也講 然後呢 使用的不夠深入啊 然後 這個 特別複雜 其實你參與一個開圓項目 真的是 挺難的 然後因為這個主題 就不是特別相關 我就提起 然後工作時間長 沒有 沒有空餘的精力 所以這個 其實你想 有這麼多的困難 你去用完發電 還真是挺難的 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腦子裡聽到 用完發電這個愛 指的是什麼啊 就是 是喜愛 還是 還是這個 可能是喜愛吧 我覺得不太可能是 一個家庭裡邊的 這個家庭成員之間 這樣子吧 或者是 就是 兩個愛人之間 我覺得那感覺是不會是這樣的 對吧 但是其實你想 如果是家庭的那種愛 我覺得那種用完發電還是可以的 我比較喜歡看那個 《喜趣和日記》的那個美劇 就是那種 各種家庭糾葛 反正是 就打不散那種家庭 我覺得那種用完發電可以 那我覺得其他的就是很難的 對吧 然後 用完發電似乎是很高尚的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你 這個 確實是很高尚 但是呢 你做不持久 我覺得還有什麼意義呢 對吧 然後呢 出處的話 我搜了一下 好像是台灣那邊來的一個詞 然後 當然我覺得很不相關啊 我覺得這個跟我們的 開圓圈裡講的用完發電話 我沒有找到出處 為什麼開圓圈裡邊 用這個詞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就 試著去研究一下 但它 最後一句話應該還是差不多的 就是 收益很低 或者沒有收益的情況 仍然地做某個事情 現象上 確實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我們 去參與開圈 還是要 想清楚這個原理 你是 就是 我覺得這個收益 只是說 金錢收益吧 或者現金收益 或者等價呢 我覺得是沒有 或者很低 但是其實 有其他的收益 比如說我做開圓圈的面 其實 對我來說 我不太關注 我有多少粉絲 我有多少播放量 但是我很關注 我 我 我跟這個嘉賓 溝通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些困惑 然後我從嘉賓身上 就學到東西了 所以其實 這個其實對我來說呢 我肯定不是用完發電 來做這個播客 而我是 確實有需求 我確實 不太 我覺得對開圓 不太懂 或者懂得不夠全面 所以我才 滿世界地找各種嘉賓 這個對我來說是 是個養 對吧 是明顯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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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收獲的東西 不是用完發電 然後呢 我比較推薦的就是說 不是 這個是一個思考 就是說 你是要做公益呢 還是說共贏呢 對吧 比如說我去獻學 那我去做一次就完事了 其實我一次一次的 我做也行 不做也行 我獻 每年獻一次也行 或者我不限都可以 我覺得公益的事情 可能都是這樣 我感覺一個個人很難有那種 特別崇高的那種理想 就是我也去稍微看一下 韓虹那個基金會 但是人家真的是有實力 做那個基金會 我覺得我可能沒有實力 大家如果覺得有韓虹那種實力 也可以做公益的事情 第二是理性還是感性 我比較推薦的是 還是要混合 就是我們做事情呢 既可以有一種熱情 但是呢 還是要想清楚收穫 你想清楚收穫 你想清楚收穫之後 做事情就不會後悔 對吧 或者說我這一次 做一次性的 我先一次選 那就無所謂吧 對吧 然後呢 遊客還是常客 我感覺用來發電 很容易就變成遊客 但是如果你把那個邏輯想清楚 我不管做一個項目 還做一個播客 如果能把那個邏輯想清楚的話 當然我再嘗試啊 然後希望能有些常客 然後建議的話呢 就是說 當前我們做開業員 其實可以考慮幾點 就是核心是工作相關 這個可以是以現在的工作相關 你是做技術的 OK 你們用到一個數據庫 然後參與 對你的工作有關係 你可以做成一個專家 然後長工資之類的 然後也可以是你的位置 一個第二職業 說不定呢 我這個做播客 能做出一個什麼 也不知道 對吧 但是我覺得跟工作有關係的 一定是工作有關係的 好 然後我基本上就分享這麼多 對 其實我 我自己 我沒有那麼拆頭啊 然後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我自己認為是一個 業餘的開業報導 如果大家 對開業員的一些故事 感興趣的 可以去聽這個播客 如果你有好多故事 也可以來 這個節目去 講到你的故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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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德老師 如果你有這樣的小夥伴 我們能怎麼幫助他們 或什麼空底撈出來呢 比如說有什麼資源 可以介紹給他們呢 有沒有願意拿賞的人 或者是可以給他們 介紹一些工作 副業 或者是能向你們的 募客進行一下 順序和推廣呢 好多問號 好多問號 我覺得是這樣的 其實這樣就是如果說 你有一個朋友 或者我們今天聽的人 旁邊有一個人 你發現 就是如果你認為 另外發現可能 不太好 或者不太推薦 他再這樣去做 那麼如果你跟他很熟 他很信任 你可以直接講你的想法 不過你跟他 你覺得他對你的信任 還沒那麼 就是不是特別 就是怎麼說的 因為有時候 你說一件事情 有的人就可能直接聽了 不過他不是那樣的情況 然後你就讓他混 讓他失敗一下 然後再去講 理論會好一點 其實大家還要嘗試 就是還是嘗試一下 發展到底哪不好 因為這個叫什麼 書上都來工學起床了 然後還是要討實一下 然後呢 就是這個 就是 如果有一些具體的問題的話 就是 在講他開源面對面這個博客 然後我們是用開源項目的方式 來做這樣的一個博客 什麼意思呢 開源項目 比如說你有爸m 他可以提音琴 就是我提音琴 還有需求的提音琴 我們也一樣的 如果是稍微具體的問題 我們可以提音琴 然後呢 如果说我们已有的嘉宾懂或者了解 下面会有一种回复 如果没有的话 我也会去在各种大会上去寻找一些 哪些嘉宾会懂的问题 然后去录像节目 好的 谢谢老师的 请接地气的回答 那还有同学的问题吗 简单问一下吧 就是你那个项目中有一个提到外面 说你失败了 你搞了那些国内的加速访问 然后失败了 失败而证就有什么感想的 还有很多人失败之后 他会觉得说这些什么什么群众不行 这种想法感觉你当时是啥想法 当时有一个感觉可惜 别的没了 然后我今天听完那个 听这种分享之后 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可以收点钱啊 我可以赚底边咖啡钱啊 其实我当时没这个策略 所以你有这个策略 就是 为什么就非要 非要提供免费的呢 对吧 其实你提供了相对合理的价格 然后他也满意了 你也满意不更好吗 就是说当时我是没有这个策略 其实可以 就是我们做开业 就是比如说我提供这个服务 我的代码全部都在跟他下面放的 你可以自己 你也可以提供啊 我也可以提供 没有问题 对吧 那我这个有点像商业化 但是我觉得可以变通一下 我觉得开业跟商业有关系的 我不希望我们去做尼菩萨 你先把自己的金身打造的很强大一点 然后你再做一些好事你对吧 做好事之前自己要强 对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 简单说嘛 我觉得不应该把贡献到开业 等于是免费 就这件事情是两件事情 当然现在绝大多数的开业贡献者 是以一种没有对价的方式去贡献 但是它的对价可能来自于什么 比如说用爱 它的意思是 因为我爱 我贡献了我就自我满足了 比如说有人是我去救这个小动物 我救了他我就觉得可有满足感 对吧 它是一种自我实现 但是在设计上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那个获得感 比如说我贡献了我得到 比如说我得到名声 假设呢 我今天想贡献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能给我最大的名声 那我去贡献 得到名声也是一种 有人是得到利 比如说我去那边 我可能就可以找到下个工作 对吧 就即使这个想法我不是很推崇 但是有人就是这么想的 对吧 那如果我 就是一个社区的owner 他要去想 我要如何为我的社区成员们 他们在我这能得到什么 更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一个社区的owner 或组织者 没有想清楚这件事 你用爱发电的职位找到 别爱 但是爱太少了 所以这个就有可能 爱人能剩那一个吗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做开源不代表我们不做商业 开源营是个 business model business model 中文应该不叫商业模式 因为 business 叫做事业 就是说开源营是个事业 商业也是个事业 但它不一定是 commercial 但它一定有一个 business model 所以去找到如何 product 跟market can fit 你的product就是你的开源的项目 那你的market就是这些的贡献者 你要怎么让他们需求跟这个匹配 那我觉得这是我 我也在思考 为什么就分享一下 最后一个广告 我们待会儿跟Richard的录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Richard的节目 好 你 你是 Evet 你 Suk 你们 LL 停